熊市全靠亚洲市场表现 5月份矿工收入超过了9个亿 6月比特币的最大痛点在哪里呢 哈克希望停止加息 鲍威尔强调要降通胀 美联储内部打起来路 Circle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神 USDC出售美债一分不留 波厂日交易量创新高 孙宇辰树立了新目标 Tradbox关闭 昔日的加密帝国DCG正在断尾求生吗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标签 6月2号星期五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先来看数据 5月份比特币矿工的挖矿收入 达到了9.166亿美元 环比增长了13.7%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 Odinus协议推动的 BRC20生态的火爆 那么矿工的收益激增 超过了1.2亿美元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BRC20 买到一些原始的投资代币 或者说2G市场没有收入的话 如果你手里有一台比特币的矿机 那么你将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那只黄雀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供应的地理的一个分布 那么这个指标估计了 亚洲持有或者交易 比特币供应量份额的同比变化 那这张图表显示 亚洲比特币的供应量同比 刚刚突破9% 这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有句话大家非常记住 就是在熊市期间 有可能亚洲市场也是参与的 但是如果没有亚洲力量参与的牛市 一定不是牛市 这句话应该说对于我们频道来讲 体会是非常深的 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没有走出来市场的时候 看到的可能就紧口那块铁 当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变化 和顶级的资本 或者说镰刀们 可以坐在一张桌上来 同时讲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在羡慕人家 从零到一的能力 人家也非常羡慕我们 羡慕我们什么 我们有精准的黄皮肤的亚洲的流量 说白了就是能讲中国话的 中国的市场 所以我们可以用中国市场 来跳动所有的顶级的资源 我觉得这是我们频道 也是我们会员 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价值 好 从链上数据来看 筹码又重新推积到了26500一代 也就是说 如果26500这个近期的超强支撑位 能撑住的话 那么可能会带来更强劲的一个反弹 但是如果撑不住 那么可能再次看到25000左右的比特币 到时候别又要问 还能不能再跌 等待更低的筹码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周评当中跟大家讲过 6月6月几号会发生什么样的偶合事件 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 我们看看它会不会按照我们的剧本来发展 好 我们来看新闻 每天我们都会帮大家整理 在这个圈子当中 大家必须关注的大事小情 大项目的小事情 小项目的大事情 我们都会关注 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整理对您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也会让整个油管看到我们的努力 也会推荐我们的频道 那感谢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美联储这个月是否会继续加息这个话题 市场上其实一直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 事实上我们要看 去年美联储开始加息的时候 鲍威尔曾经试图快速加息来抑制通胀 因为如果周期太长 加息时间过长的话 传统的金融系统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事实上加息速度已经很快了 可是通胀缓解的速度却是非常慢的 这反而引起了整个市场上 对于经济衰退的一个担忧 导致现在大家看到 美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按照鲍威尔的说法 他一定会通过更加猛烈的加息 来给通胀降温 但是很多人都不认可 现在鲍威尔的想法 就连美联储内部 都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昨天费城的联储主席哈克 就表示说应该停止加息 受不了了 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表示 美联储应该在六月份的会议上 维持利率不变 尽管通胀回落进程 令人失望地进行 通胀仍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他预计今年通胀率将降至约3.5% 明年降至2.5% 并在2025年达到美联储的2%目标 反正目前来看 如果要短期之内 想要达成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我觉得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通胀控制不下去 那边衰退就得起来 我想巴乌尔现在应该是头非常的疼 对不对 按照哈克的说法 他认为说美联储应该观望一下 考虑停止加息 但是如果停止加息的话 还能不能再恢复加息呢 美联储翻脸的事又不是没干过 对吧 这并不是在打美联储自己的脸 反而停止加息的话 他认为说给经济一些喘息时间 看看通胀数据会怎么发展 所以后面美联储会不会再陷入 水多了加面 面多了加水 最后活出来一大盆面锅放不下 砸了锅重新再买新的锅 这种结果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大多知道由于监管方面的原因 到明年2月份BUSD这个币安的稳定币 就会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监管赵长鹏也无可奈何 只能摆烂 但是大家看到现在市场上的USDT USDC是形成了稳定币的两足鼎立的局面 Circle之前为了防止暴露在美国 美债违约的风险之下 它是调整了USDC的资产储备组合的 明确说明将不再持有今年6月份以后 到期的美国国债 但是现在拜登总统已经和麦卡锡商量好了 已经通过了国会的法案了 今年314117的投票案已经通过 会提高债务的上限 那这一招有利于稳定美债的资本面 但是Circle公司还是说一不二 他们从USDC的储备当中清除了所有的美国国债 Circle自去年起开始将USDC储备 转移至贝莱德设立的基金 Circle Reserve Fund之中 据Circle Reserve Fund披露的数据显示 该储备基金目前所持有的债券 目前已经到期 稳定币发行方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目前已将所有美国国债 从其USDC支持储备中剔除 对于Circle来说这些项非常重大 而且迅速的变化也是个狠人对吧 根据Circle的阅读报告到4月底 该基金还持有超过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所以Circle要把它清除出去 是为了保护价值288亿美元的USDC的稳定币 免受美国美债市场动荡的影响 所以看得出来 Circle的风险管控机制还是非常刚的对吧 但是现在美债的上限法案 过了之后情势好转了 接下来就交给参议院进一步表决了 但由于民主党是占据多数席位的 所以普遍认为说肯定会获得批准和通过 波厂积累了大量铁粉 发展生态或能更上一层 DCG断壁求生加密行业的巨轮是否会沉默 好来说说孙宇晨孙哥吧 外界对他的评价的褒贬不已 其实从我们频道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认为说孙哥虽然说在宣传上面 有点激进 但是咱不得不说 孙宇晨的这些炒作也好 话题也好 他对于带来币圈的流量和关注 是有贡献的 虽然说他对他骂的多 认为他各种割韭菜 各种不靠谱 要什么5万块钱闪他一耳光 对吧 可是大家看一下 孙哥每次出现 特别是在香港 那多少人是笑脸相应 对吗 那迎讽 那惨媚 我真想问一下现场的人 真的这样吗 逼连何在 但话说回来 波场TRC20的通道确实又便宜又快 几乎所有的交易 特别是USDT的交易 有可能的话都会选择波场通道 对吗 所以他的售作面还是比较广的 那么这两天 波场网络的日交易量确实创下了历史新高 借此孙哥终于找到话题了 表达了自己的小目标 波场通案创始人孙宇晨发推表示 波场通案网络日交易量创下历史新高 达1093万5762笔 孙宇晨称交易量的增长 预计会增强波场通案协议收入 未来的目标是实现该交易数量翻倍 据悉波场通案于5月31号迎来主网上线的五周年 截至目前 波场通案全球用户数超1.63亿 累计处理超过57亿次交易 总锁仓量仅次于以太坊 稳居行业第二 该说不说 波场其实真的还是挺好用的 尽管目前出来的比波场还便宜的供链 比如说Polygon BSC等等 但是波场的网络还是屹立不到 处于永远的龙头老二的位置 所以不能看出来 波场确实累积了不少的铁粉 但是让人感觉到遗憾的是 波场链上的生态发展的并不好 我想孙哥如果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一些 好好的去扶持一些能够帮助波场 带来长久稳定收益的生态 估计会比现在做一些短期的 让人诟病的快速赚钱的这种割韭菜项目的话 有可能能够更加树立波场的老二的位置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资本桥主DCG 作为拥有灰度和Genesis两大明星企业的 投资赛道的公司 曾经DCG在圈子里的话语权是非常重的 不过今年DCG可是不太平的一年 一方面整个市场在下行 熊市之间DCG在圈子里的投资 想要达到预期那是很难的 另外一方面DCG误判了形势 就在GBTC溢价不断下行的时候 它是逆势大手笔的加仓了GBTC 所以一直还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 伴随着现在Genesis的破产之后 有6.3亿美元的债务危机 到现在也没有能够解决 所以今年的DCG是说 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那我们的疑问就出来了 这艘加密航母 会不会是下一只黑天鹅呢 新年开始DCG被Gemini催债 引发暴雷传言 随后不久 Genesis宣布申请了第11张破产保护 DCG作为Genesis母公司 也因此深陷破产风波 经历了Genesis破产 6.3亿美元欠款 未能如期偿还后的DCG 并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 无奈之下 DCG已于2023年5月31号停止运营 Trade Block 旅游是美国数字资产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 以及不可预期的加密寒冬 It's never nice to see less competition in the space and it does remind me of Binance you know, pulling out of Canada fairly recently as well and we're just stuck in this position again where innovation continues to outpace the regulation that our legislators are putting ahead of us and ultimately it's hurting competition in the US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like this and it also shows, you know, the boom and bust cycles of crypto and it's another victim of that you know, when money is pumped into the system a lot of these firms pop up a lot of these acquisitions happen and then ultimately when things get tough people have overbuilt and they really need to focus on what their core business is what the most value they are bringing to customers and a lot of the times they have to make really really hard decisions like this TradeBlock 这个是成立于2013年的很早期的公司 面向机构投资者的数字货币的交易平台 它可以允许用户执行交易 访问市场数据 管理他们的投资组合 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 包括Crypto行业的货币指数 订单管理系统 和一整套的API接口 那么关闭这个不算亏钱 而且可以赚钱的TradeBlock 是不是在断币求生 是不是DCG已经到了山穷水晶的地步呢 未来的这6.3亿的美元的欠款 是否能够补偿呢 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好 来看今天的币权大时间 伦敦证券交易所AAM 上市的研发和投资公司Quinton Blockchain 宣布通过股票配售方式 完成100万英镑 约124万美元融资 新资金将用于加速旗下 比特币挖矿机器算法 和软件产品的开发 同时拓展北美业务 香港数字资产平台OSL 已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申请升级现有牌照 以获得数字资产零售交易许可 由韩国五大加密交易所 Obit Bissom Coin On Corbit和Gopex 组成的韩国数字资产交易所协会 已经制定了DAXA内部控制标准 和虚拟资产经营者道德行为准则 将会员公司自身标准 在公司层面上进行了统一规范 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 和创新数据与商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宣布 将于北京时间6月7号22点 召开建立区块链 探索Web3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 其他应用的听证会 旨在加强美国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加密交易公司Cumberland在日前发给客户的警报中表示 将于北京时间6月2号零点 停止于场外交易对手交易Fillcoin 并表示此举是受监管环境影响 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新闻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会员会有很多内容和投资方面的倾斜 在这个链接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权益 我们希望和大家一起慢慢变有钱 明天见 明天见